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以前的人都覺得 我三十多歲都不生 甚至可能不嫁的那隻人 沒有人猜得我今早結婚去生兒子 有些伯母經常都說 李宗盛 媽媽生你一個 你給五個算 你不用了 我家裡一定是一個伯母 其實是一個緣分 這裡一個 這裡一個 這裡又一個 今時今日 香港還有人生五個那麼多嗎 有啊 她就是Winky Winky23歲讀完書結婚 24歲生第一胎 本來跟很多港爸港媽一樣 兩個就夠了 誰知道 一家四口的她打算封肚的時候 覺得家裡還是不夠熱鬧 所以就剩下五個了 Winky說 他們五個 個個都是命根 無論你來的 我們在現在 洗手 Она和她們沒有 其實這位 很少的東西 已經有了 因為還要睡覺 她還沒有睡覺 她還不會說話 她待會就會說很多了 Himmy ba-da-shayla Himmy ba-dashayla Himmy ba-da-shayla 她不叫她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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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點半起床 在弟弟早餐 109點叫大哥兩個起床 8點叫她們起床 9點上學 讓小姐吃完餐 送她上學 小姐兩個去公園玩 如果天氣好 要照顧這五隻猴子 Winky是… 沒有請工人的 最多都是婆婆偶爾來幫忙 所以Winky日日都是由朝忙到晚 真的有得振 沒得睡的 我叫Winky 今年36歲 我是這五個小朋友的媽媽 那種辛苦是… 第一次會很害怕 痛了差不多兩天 很無助 我沒試過這件事 我生完之後 我馬上暈倒了 第五個才是最害怕的 我由我開始疼到醫院 一個小時就出世了 連護士都還沒準備好 真的嚇死我 我一個人都沒有 突然間一句話 這麼快就出現了 自己只有一個獨身女 其實是真的悶的 只有自己一個 沒有人跟你玩 因為家裡太疼 又不懂得洗衣 又不懂得煮東西 就是一件很好的事 明白做獨女的寂寞 Winky不想自己的小孩 好像自己以前小時候那麼慘 所以想一屋小孩一起玩一起大 而對Winky和丈夫來說 要湊大這五隻猴子 最難的竟然是… 絕對是最難 真的很難配 很多已經被人用了 所以其實那時候 真的挺難改名的 最麻煩的就是 一輛的士是坐不完 如果外出的話 一定要叫兩輛 以前Winky自己一個 什麼都不用跟人爭 現在自己這五個小朋友 就什麼都要爭 想玩玩具嗎? 要分享的 還要互相照顧 小朋友總會爭贏 為了一個玩具打架 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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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喂!Kate! 要穿藍色 老師說寫什麼? 寫一二三 拿個石膠來吧 你爸爸是什麼? 你給我石膠 喂!爸爸! 這是功課 黑色嗎? 夠了 Fusion有紙給你 哥哥小小大 很輕奇的東西 其實他們都做到 吃飯、換片、餵奶、掃蜂 就像一個公仔一樣 照顧他 可以幫到很多手 家裡沒有位置 擺琴、書 加上Winky覺得 真正令小朋友成長的 不是逼他們去讀書 或者玩課外活動 而是讓他們學會 兄弟姊妹之間的相處 我們週末很少學習 學校給的功課 壓力已經不少了 父母還要給一堆 他未必真的想做的課外活動 其實小朋友是否真的成熟得到 這麼小的小朋友 他們應該每天是一個玩樂的時間 看電視